本週五就是東京奧運的開幕售 昨天台灣的68位奧運選手搭機前往日本 這個陣仗堪稱是史上最大 但雨球天后戴資穎在限時動態的這個貼文 卻讓大家發現,原來國手們竟然是搭經濟艙嗎? 體育署表示,之所以這樣的安排 是為了確保選手安全的防疫考量 不過,根據小戴父親的說法 早在6月的時候,他們就被通知可以搭上舱 但這次資穎上機之後才發現不對 根本就無法提前做安排 過去,蔡英文曾承諾未來選手出國比賽都搭商務艙 因此,這個事件也立即引爆了輿論的憤怒 大家後來發現,中華台北奧會 還有體育署的官員都坐商務艙 選手下他的飯店,也被質疑太簡樸等等 民怨可說是一發不可收拾 那關於這個事件 可能還有一些後續調查,需要逐步釐清 但如果大家想知道 為什麼體育總是常常出爆的話 或許可以先看看這支影片 我們下午先來看 記錶